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1号 星期三 有一个网友给我来了一封信 他说什么 他说他是硅谷的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包括个人隐私 他说他是从胶片时代开始玩相机的 转数码之后主要用佳能 跟我一样喜欢拍照 不喜欢做后期 然后也用过莱卡的Q2和M10 然后现在也在考虑了莱卡的SL2 然后说跟我的心动历程很有共鸣 然后他说在Q2和M10之间 他留了Q2 但是非常怀念M10上 把ISO旋钮按下去的时候 充满金属感的咔哒一声 然后说知道我现在正在使用M10 然后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希望我在视频里多按几下 让他再听听 然后他说也祝愿我尽早收到SL2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说EOS2和RF50F1.2 他说我觉得太沉 那么SL2加上52AA的话 也差不多 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他说我为什么念他这封信呢 我就觉得的确跟我的心动历程很像 我们刚开始也都是玩佳能索尼 服饰这些 然后后来就是莫名其妙的 买了个莱卡的Q2 我一下就中了莱卡的魔咒了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之前说买了一个莱卡的M10P 然后当时配了一个弗伦达的50的F1.2 然后说一下我觉得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也是觉得我会就是莱卡Q2肯定是留下来 这个我现在我目前最喜欢的相机 M10肯定就不要了 M10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胶片模拟 它的直出色彩几乎就是不可用的 它的白平衡是有问题的 而且即使就是说你调了白平衡之后 我觉得色彩保护度也要调 有一个网友给了我一些建议 就是说M10的照片出来之后 要到lightroom里先把白平衡调了 然后再把保护度往上拉一点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按他说的我试了之后 果然照片好看了很多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 莱卡的M10我也不要了 还有一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它直出的颜色 我非常的不喜欢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黄斑对焦 网友有个欧洲的一个网友跟我说 说他用黄斑对焦还是成功率非常高的 我练习的这几天我实在是做不到 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行 后来练练的就差不多 把自己觉得自己对上焦了 现在来讲 就是说反正你照十张 你看着好像都是对实了 但是你只要一放大 百分之百放大 或者就是百分之两百放大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半都没有对实 真的想对实了的话 还是得用峰值对焦 我觉得像M10这种黄斑对焦的机器 我建议你还是要用28毫米 或者35毫米 然后F2比F2还要再小的光圈 就是说那么F2 F2.4 F2.8 什么光圈 我觉得中长焦 红门对焦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我记得有一个叫相机逻辑 他们的频道里边 那个人叫什么伟 他测试了很多来卡的相机 他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中长焦 50以上 50 75 90 然后假如光圈到了F1.2 F0295 F1.25 这种的话 其实黄门对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吃力 我和老外 他们当一旦用到中长焦大光圈之后 他们都在上面配一个EVF 我就觉得你如果配EVF的话 你为什么不干脆就转接到SL2上 因为我觉得SL2的EVF 可能是目前所有在产的 市面上在产的相机里面的EVF最好的 对吧 所以我跟欧洲的网友也是聊 我们觉得 虽然我还没有拿到SL2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 就是说这种M卡口的手动镜头 可能目前来讲 我们认为最好的就是后背 因为你一个镜头用不了 你总想给它加一个后背 对吧 后背来讲 我觉得可能就是SL2 因为它后背选的余地很大 你可以用MM 就莱卡这种M系列的这种 或者用索尼转接 大家也看到了 我买了一个索尼的转接环 这个叫什么Nuvi Flex的转接环 我觉得比天宫的那个还好用一点 但是也不行 就是说像索尼它自己的这种镜头 50的F1.4 你在它的机器上用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手动对焦 我觉得你用它的这种镜头 换成手动对焦之后的 那种手动对焦的体验比较好 用转接环之后 没有这个的对焦体验好 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就是识别起来总是有一些问题 毕竟是副厂的 所以我觉得以前有个网友跟我说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转接是一条斜路 最好还是就是说用原生卡口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SL2我还没有拿到 我不知道 因为莱卡它自己给自己的机器 给自己的SL系列出了转接环 来支持自己自家的M口的镜头 它说它自己机身内部对自己的镜头 有识别 而且有修正 会有更好的支持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 我不知道用莱卡自己的镜头 转接到自己的相机上 怎么样 等我拿到了之后 咱们再说 反正我就说像M10这种系列的相机 如果是黄斑对焦的话 反正你都得买个EVF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的白平衡跟Q2比起来有问题 Q2的白平衡要比M10要好很多 而且它的颜色也比它好看 Q2的你只要调好了之后 颜色直出是完全可用的 不但可用 甚至有的时候它直出的颜色 比你自己调的颜色还好看 你要是想拍一个RAW文件 然后能够调出Q2直出的颜色 实际上是很难的 当然有一些后期的大师就认为 你只要拿一张照片 我都能模仿颜色调出来 我觉得也许可以 但是用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的高 就是说 以前也有一些人说 我拿索尼的相机拍出来之后 我自己后期去做 让你看出来的都像是佳能拍出来的 或者我拿佳能拍 我最后调颜色的都跟服饰是一样的 我觉得也许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尝试去做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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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你要明白像服饰也好 像佳能也好 他们卖的某种程度上 就是颜色 对不对 如果你拿一台索尼 你能完完全全模仿 服饰和佳能的话 服饰和佳能 其实基本上就别卖了 对不对 很多人买佳能 还是就是为了颜色好看 尤其是肤色 对不对 如果要是那么容易的话 那人家就灭门了 对吧 实际上他们相机对这种颜色 对白平衡的那种理解 我们有的时候想自己人为的去模拟 我觉得是很艰难的 然后欧洲的网友 他已经拿到了SL2 他跟我说 他觉得SL2跟Q2的差不多 就是说直输的颜色 滤镜都差不多 甚至可能他觉得比Q2的 好像还是更鲜艳一点 如果要真是那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喜欢SL2 反正Q2我是真喜欢 我是因为买了Q2 才进了莱卡这个门 但是莱卡M系列的相机 这个相机我肯定不留 我绝对要把它退掉了 这个相机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相机 红门对焦完全不口用 我只能用峰值对焦 然后说一下镜头 这个镜头 在M10上的效果 非常的不好 颜色偏绿偏冷 然后有一定的暗角 在索尼上暗角反而不明显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M10上到 反而暗角有一些明显 可能我觉得莱卡的相机 对弗伦达的镜头 本身没有修正 不过当然 这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你把这个到Line Room里 自己去调一下 就能出来了 但是欧洲网友就跟我说 我当时我说这相机我不想要了 他就说你如果买了镜头 你就决定就判他死刑的话 对他不公平 他说 就是说你说你这么贵的相机 你900美元的这种烂镜头 然后你就觉得相机不好的话 他觉得你这个就是说 我太草率了 这个决定做的 所以我最终就决定了 我就买了一个莱卡的 就苏米拉克斯 苏米拉克斯50的F1.4 就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就这个 好 你停一下 停一下 好 50的F1.4 就苏米拉克斯 也就是所谓的11891 我买的是黑色的 银色的的话 是11892 这上面写着的 对吧 11891 对吧 能看清 可以 好 11891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镜头 我觉得是不是对得起莱卡的 这个F10了 对吧 这个来讲 如果我配了这个镜头之后 我还不喜欢的话 那就是这个相机有问题了 对吧 跟你说 配了这个镜头之后 我承认 莱卡的这个11891 比弗文达的这个要好很多 不管是从亮度上 从颜色的那种鲜艳度上 从锐度上 从色散上都比它要好 这个是事实 没有问题 然后在这个相机上之后 它的按角 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依然 这个相机 我感觉还是很苍白无力 对这种镜头 说实话 我觉得 当然很多人觉得 我觉得好像我不能理解M 不过无所谓 反正可能我真的理解不了 反正这个镜头 我会留下 弗文达的50f1.2 我也要退掉了 我可能先留一个11891 然后等SL2来了之后 尝试转接到SL2上 去试一下 然后也响应网友的要求 把ISO按一下给你听听 一次 两次 三次 好吧 就这意思 反正我也承认 这个相机 它是纯手工制作的 制作的非常精良 拿下手里就很精致 这个是事实 然后声音也都很清脆 下面的也是它非常有意思 它是整个这么弄 然后能把它整个拿下来 你知道吗 整个板拿下来 然后可以拿电池 还有卡什么的 的确都不错 相机本身的做工什么的都很好 我们对焦看着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不是我的菜 非常抱歉了 情怀我就不懂了 因为欧洲网友还有加州网友 他们都是从胶片时代玩过来的 我可能 我一入相机 我一开始玩 就是从单反 我当时我记得买了尼康的D80 开始入进来 所以我一进来就是这种自动对焦 而且我记得D80的自动对焦还不错 虽然就那几个点 但是真的还是都够用了 而且很清脆 对焦速度 我印象里对焦速度是非常的快 非常可用的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 就是说迟缓 快门也很干脆 我印象里对它还不错 所以你现在让我就是说 拿这种老古董事的东西 我真的是有点 反正我可能是不够有情怀 也可能对这个行业 我的理解有问题 但是反正现在来讲 我是接受不了 等到SL2来了之后再说 然后再回答网友的问题 他问我就是说 为什么觉得EOSR和RF50 乘 然后莱卡的SL2和52AA 我能接受是这样 我当时是做了功课的 RF的50F1是950克 EOSR是660克 加在一起是1610克 SL2是835克 52AA是740克 加在一起是1575克 所以比EOSR加1加上RF50 轻了这么个35克 当然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EOSR我现在拿着EOSR和50F1.2 后边通过杠杆来讲 我觉得重心越靠后 手持起来 你感觉上重量可能就越轻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 欧洲的网友 他跟我说他拿到了 他跟我说SL2还没有EOSR拿起来 手感好 因为他说莱卡的 他们的人体工程学做的不好 不如佳能的那么舒服 这个我承认 佳能的相机做的真的是很舒服 他手里特别的舒适 包括连索尼 索尼现在这代的A7R4 它的打起来都很舒服了 它手柄变大了 而且凸出来一块 对于你掌握杠杆越来越舒服 莱卡它存在这个问题 你就像莱卡的M10 这个相机只有600多颗不到700颗 这只镜头只有300多颗 他们两个家人一起拿在手里 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 就感觉很沉 对吧 实际上正常来讲 你要是佳能的话 EOSR加一个RF35的话 跟他们的重量是差不多 但拿在手里比这个要舒服很多 这就是莱卡的一个问题 莱卡在人体工程学这方面 做的真的很差 你包括他的Q2的话 也是Q2拿在手里也不舒服 这是我配了一个霸在这 这才舒服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是 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他觉得SL2和EOSR 如果重量相等的话 拿在手里 你会明显觉得SL2不舒服 而且好像更累 手更累 不过说这个没有中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 对吧 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所有目前在产的莱卡的 M卡口的相机 M系列相机 我都不推荐 就一般像我这种玩的 我们不是专业搞摄影的 我一直都承认 我是一个器材的 我更喜欢器材 我拿它 就是一个玩具 拿回来把玩的 如果你就是玩的话 其实我不推荐任何人拿 因为真的是太艰难了 而且也不好玩 但是如果你有情怀 然后你就觉得我就是 我跟你说 我给我老婆照相 我老婆都快忍耐不了了 我老婆在那捧着 也不能动 你知道吗 那瞄半天 你就可想而知出去 你照别人就更别提了 谁能在那给你站半天 让你一点点瞄 对吧 所以我真的 我不推荐任何人购买 莱卡的话 我就觉得你如果特别喜欢莱卡 我觉得Q2入门真的很好 如果你在想换换镜头什么的话 我反正是推荐的 SL2 M10真的就算了 至于这些手动镜头 也是一个网友跟我说 这些手动镜头很有味道 很有意思 我也买来了 M10也买来了 11891也买来了 做了一系列比较之后 说实话 我真的我看不出 像这种弗仑达的50f1.2 11891这种镜头 跟索尼的这种50f1.4 这种标准工业化上展的镜头 之间的 就是说巨大的差别 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小 尤其像镜头 跟这个比的话 我跟你说 真的半斤对8两差不多 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偏要说 这种手动头 就一定比这种头有味道 可能就是因为慢 可能是慢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心理作用 就好像同样的一个饭店 如果你一进去点菜 就你一个人 旁边没有人上来了 你就总觉得饭店有点问题 如果你到了门口 一排队排半个小时 你才能进去 好吃 不好吃 你都觉得好吃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心理作用 真的 我看不出 它能比 能比它强多少来 甚至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镜头 都比这个要好 我真的我认为 当然你们如果真的觉得 就这种手动头 一定好的话 好吧 而且比这个还贵 对不对 我觉得连色伞上 它都比它控制的好 当然这只镜头 跟11891比的话 我觉得11891 在色伞 紫边 绿边上 比它控制的 的确要比它更好一点 但是真让我说锐度的话 我觉得两个差不多 真的体现不出巨大的差距来 反正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有的人 有的人觉得这个更好 有的人觉得这个更好 你们自己去决定 但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你已经有了很多 这种M卡口的镜头 然后你买个索尼 买个转接环来转接 来玩玩 废物利用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跟我一样 你就是有一个索尼的机器 然后你听他们说 手动头好玩 有意思 有味道 有这个 有那个的 那种玄学 然后你买了转接环 你买了M10 你回来用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但他们能心里能感受到的东西 你未必能感受到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他们对曾经的人生的那种 当年拿着胶片相机 手动头一点点对焦的那种缅怀 就好像一首老歌 你知道吗 就是说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 娱乐文化比较少 一首老歌 你像什么花心 花的心藏在锐中 是吧 像那首歌对不对 你现在听 其实因为现在好歌越来越多 那种歌拿出来之后也好听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像当年那么万人空相 是很难的 但是有一些人总是觉得 哎呀 现在就是说金不如古 金人不如古人 对吧 要一说谁谁谁 就是当今的一个古人 这简直就是最大的褒奖 就总觉得古的时候好 任何东西都是古的时候好 对吧 老歌那种味道 当年的那种老歌那种盛况 我们没感受到 他们对老歌的那种老人的 那种缅怀 周华健什么的 是吧 现在周阅伦都算老人了 对吧 我周阅伦 我都觉得好像小年轻 怎么他都成老子了 我想我现在有多老了 像因为我觉得老都是像什么 谭永林 林子祥 周华健 张国荣 我觉得这是老的一番 是吧 现在反正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无论如何 反正我觉得你如果没有情怀的话 还是买就是说现代工艺的这种 50毫米 我现在来讲 我入来入去 我觉得最好的 还是现在在录 录视频的这只 佳能的RF51.2 11891 说实话 还好 还好 也我觉得不错 这么排一个序 就我现在手里这几只50 RF的50 F1.2排第一 第二是11891 好吧 第三是索尼的50的F1.4 然后最后 就是弗伦达的50的F1.2 好吧 这是我对这几只镜头的 我的一个主观排序 好吧 然后 这个机器 我就退掉了 然后 也就退掉了 录这个视频 也对这两个器材 做一个缅怀 好不好 那今天这期呢 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